和往常一样 影片共分为两集 那记得事后去观看我和美美打球 其实没有MCO之前 我是很累一些的 MCO过后又很想回 因为太险了 因为现在真的是 现在真的是很想 像之前这样我飞FH 像之前我打FBL这样啊 我一个星期要飞两三个地方啊 要紧张 点线 那通常你们练球啊 在这边练啊 对我们现在是在这边练 然后练完就回家还是 没有有Homestay 我们有Homestay 在也是在那边 可再下去一点 在海边旁边 就是Homestay 他们就准备Homestay 给我们 在KL的球员Stay 你是KL人啊 我是十半个人 就靠近这边 可是我有时候会回家 可是我也是有时候会住Homestay 如果你们住这边的话 你们是通常吃什么 呃 吃那种 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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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有时候去吃Full Cock那些 他们有准备食物没有 准备食物 没有准备食物 就是我们自己吃 然后他有给我们那种 就是吃饭钱 然后我们就去吃 自己去吃 你吃东西是没有讲究啊 OK啊 很饱就OK啊 我觉得 这样子没有什么讲究 就要看你自己哦 如果你想要健康一点 就自己吃健康一点 最有所知 我们没有这样注重啊 就是可以吃饱就可以了 没有你们好像会 有些人吵着要吃好料啊 什么这样子吗 呃这个其实 好料很多人都想吃嘛 就是可是他们都是会 有时会安排时间 有时一个月一次会 很像会team gathering啊 就一起吃东西这样 在Boddickson还是要去到更远 去KL 有时有加KL那些东西 就是他们自己 我们有team的gandering啊 那些东西 如果有特别的节日 就一个月有可能是有几次这样 或者是迎球的时候就来了啦 迎球来了 啊 你这叫报案啊 我老板在那边 等一下请 等一下 那我觉得果汁安米 球员 球员要喝果汁 哎老板娘 啊 我用橙汁 橙汁一杯 不要躺啊 给我西瓜汁啊 西瓜汁啊 然后 一个哪个 哎为什么 他们会叫你美美 这个第一个问题 美美啊 因为 呃 这小时候讲起了 因为我小时候我读 我小学的时候啊 就是我公公是那种 gard 他就是在那边做gard 小学的gard这样子 然后他朋友经过的时候 他就叫美美哦 就他的华名叫美美 因为他开一个 开一个理发店 他理发店叫美美嘛 然后他们就 他朋友就觉得他美美哦 然后我朋友就听到美美 这名字就 就觉得这么 男孩子会叫美美 然后就 把 呃 这美美 当着玩笑来叫我咯 美美美美美 美美叫的叫我咯 然后我一开始我会很 不喜欢是因为 女孩子名字嘛 然后后面 他们一直叫叫叫 我就叫惯了 我就啊算了 给他们叫了 我就不用紧了 从以前就叫到现在了 小学到现在啊 小学到现在就叫美美了 然后你觉得你喜欢这个华名啊 哈哈 呃 没有讲不喜欢 让人家有意气哦 就很像 然后 我其实 比如讲 我去打外面比赛啊 然后我外国人啊 他们也是问我 叫什么名 然后我就讲 呃 这样子咯 然后他们就有时 有些华人会解释我 美美是什么 什么意思 哎呀 他们就觉得很 很有趣 good looking 啊 其实不是嘛 其实他是那种beauty嘛 啊 beauty啊 什么嘛 然后 然后 他们就觉得很有趣咯 全部都叫我就 比较容易记咯 这个名 真的很容易记 就很容易记 就 然后我有跟我朋友讲到 也是好 也好处也是咯 那也有一句咯 我给人家介绍了 我是美美 他说 你叫美美啊 这一个男子叫美美 对 我全部人都记得 很像这样子咯 因为你看那个 commentator在报你的时候 也是讲 美美 那个commentator 也是一直 一直讲美美 因为那时候他也是 有时有问我 你怎么就叫美美 什么美美不是 呃 他继续找 美美不是很像 你来哲鸣啊 什么这样 通常打篮球 厉害的才有花名 你知道吗 通常啦 你打不过厉害 就是没有什么花名 你看Jordan 很多啊 Jordan他们这样啊 空中飞人 跟桥帮主 啊 很多啊 很多 所以因为人家觉得有趣 这么一个男孩子 叫美美 我以为是因为你的look 那你的look也是 有些人也是这样 因为你看起来像女孩子 全部都这样美美 有有有 你有点美男 有有点美男的样子哦 很多很多 这样的脚就 有时他们就写的路 我就跟他车道炮 这样应该是我长得比较帅 你要记住我啊 要车道炮 真是我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打篮球 我从小学就开始打篮球 然后打到中学就有一段时间没有打 然后过后 所以我姐姐就带我来这边 其实我本身是十两个人来的 然后又来这边 他们有这样比赛 我就打比赛会慢慢打到现在 是没有说你的父母特意的栽培你这样子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也是 就是小时候就看我姐姐打球 然后我姐姐带我去打球 然后就很爽 你姐姐单身吗 他打球也是很厉害的啊 没有啦 他也是小的时候玩哦 小学的时候都是 因为我们这边这一代 花人都是在打球嘛 所以小的时候就打球 但是他没有打到我这样远 然后他就打到 打到就是 算是打爽嘛 周是有打过一次吧 打他走啊 不以为是因为你的家人栽培你 你要train篮球 才有今天这样子的 不是 只是我家人很 就是蛮支持我打球的 他很像我小学啊 有比赛啊 我的妈妈都会来看啊 还是来支持这样子的 因为我现在我打比赛 如果蛮好得空啊 他也是会来这样 所以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属于 比较幸运的那一群人啊 就是家庭没有反对 对对对 因为有些人会讲打球有什么前途 什么什么这样 我像我家人是没有 没有管我要做什么 就我要打球就打球 叫我去打球这样 如果对这个这样子 你有什么看法 然后打球人家讲打球没有什么前途 你对这样子的说法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 这种说法就 其实要看个人吧 其实要看个人 我觉得你是运动员也是有你的一定的价值在吗 他们讲篮球员 比如讲他们讲打篮球没有前途 可能是因为以前到以前 以前那种概念就传下来就这样 你打球打了你什么都拿不到还是什么 可是现在如果你现在马来西亚球在转 变成那种职业化的话 其实打球是可以的 其实打球是你可以 如果你真的是打到很好的话 你可以很多广告啊 而且全部钱都 其实他们讲钱都就是钱嘛 可以靠打球来为生啊 可以啊 其实现在现在因为我个人了解是 现在马来西亚球队就比较多 比较多 多老板出来很像support这样子啊 所以我觉得很像可以啦 就是可以咯 如果说感谢你有家庭 你有孩子过 你也会给他打篮球 呃 不反对啊 我不会反对啊 如果我孩子喜欢做什么 我都不反对啊 就会自... 当然不要做不好的东西啊 就是如果那种运动那些啊 比如讲孩子给我讲 他想去当游泳 这样我也是ok吗 就也是 我觉得是好了 你会重点栽培啊 就是 8米 8米的钱去栽培啊 on一个sport 比如说Badminton 马来西亚很流行Badminton 你会就是all in你的钱去栽培你的孩子 你会是这种人吗 呃 我的想法是 呃 其实是要看 比如讲我孩子是喜欢 他真的是有 真的是很会喜欢 可是有些人是 他一时二很像三分钟的热度 你去栽培他 他也没有那个热忱 他也不会 他也不会打到好 他也不会进步什么都不会 是不是 本来我是想支持你 变到你是一种压力哦 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是如果你喜欢你就去做 你做 我只可以跟你讲你要你要你就要努力了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你就努力了 看他的造化 对就看 讲重点栽培的话我怕反而是变成一种压力 现在也很难讲 呃 很多小孩子都承受不到压力这种东西嘛 你觉得你是一个承受得到压力的人 也是不不太不太 safe嘛 比起以前的那种比较senior的是吗 啊 我觉得以前的senior比较 比较有那种 就是呃 讲讲 就可以承受很多 因为他们你想一下 我也是懂以前他们senior 打球钱也不多 你打球这种你代表国家队啊 一定很多人那种键盘鞋在那边讲的嘛 他们那种比较 你前面有键盘鞋啊 但是有外面的人啊 对有很多人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你要看你自己哦 你就觉得那些人讲的是废话 你就OK咯 如果你很在意的话你就觉得 好像有点就有点心理不平衡 还是什么这样吧 可是我我是没有会管他们啊 我是每次我是讲进去咯 你叫你和你们去打咯 你叫你和你们去打咯 你打了你就走咯 是了是了是了 他们会有人成亲好像批评过你的球技是吧 呃我目前为止是没有听到过啦 只是当然会讲打不好还是什么 可以啦等下你跟我打一下 人家就会批评你了 在我的video下面 应该会了应该会了 批评我多一点了 我球技本来不是很好啦 没有我觉得最近很很hot 诶这个美美 这个美美 那天我看球赛final你们对KL阿秀啊 你一发号出场了哦 他们在那庆祝你知道吗 哈哈哈 可以这样觉得吗 因为 因为如果我我个人觉得啦 好像比如讲他们教练派台守我的人啊 他们都会比较有压力哦 可能不要我会出去哦 他们比较开心的哦 因为他们教练帐数应该是不要给我拿分吧 就是找一个人订死我 然后不要给我 尽量不要给我去拿力球还是什么这样 他拍来订我的人也是比较小致的 然后可能他那个什么他就比较难啊 然后看到我爆了 可能当然开心 因为我应该是算是阻力吧 应该是 因为你肯定是阻力啊 所以就他们就觉得 哇有一个阻力爆了就比较很开心 反正到最后时候那个 那个一号 他真的是step up啦 还追回来哦 其实其实我我 其实我发二的时候我没有觉得 那场球就算因为我们输了十分 我觉得我们都会赢的 因为不是讲我自己很自信 因为我个人觉得很像 我们毕竟我们这team 我们比较打比较多比赛 他们也是刚刚组队的嘛 我们那种比赛的压力肯定比较蛮好 经验也是比较蛮好 如果我好像这场球输掉的话 我就觉得 呃这么会 你们会打不好 因为连人家刚刚组到一个队 还没有很像 也没有打过几个大赛的 呃 算算是junior啦 就会打赢我们 就我们表现不太好 那天我们打打final的表现 其实我们讲得分能力来讲 他拿着ok 可是我们讲我们反手就没有这样 因为他们拿球了四分 所以他们可以拿到90分 我他们也是打得好 可是我们 就是我只是讲我们的反手比较好 分数很紧这样 所以你们的球队是more注重on防守的啦 啊我们球队是more注重on防守的 可是现在可能有一点变调了吧 就要进攻要防守 可能他们会乱掉嘛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的教练是菲律宾人嘛 我那个菲律宾人是比较注重进攻的 然后我们的 我们平常训练都是在念那种skills啊 带球啊 那什么啊 射球啊 都是没有skills这些东西 所以就 所以我们就变成 进攻心比较好 多咯 防守就没有这样 防守就没有这样好 就是有一个transition period啦 现在因为新教练来 对对对 很久没有比赛了嘛 所以这比赛还没有 对对mco啊 第一个联赛是吗 第一个哦 接下来还会有很多 接下来我 我所知道是明年可能会去新加坡 打一个比赛 又有可能会去印尼 可是这个东西我还不确定啦 要等到上面的通知 可是目前为止是有这两个比赛 可是会去不会去成还不知道 你打国手了嘛对吗 你嘛时常要飞来飞去很多地方 会很累吗 你喜欢这样子吗 其实没有mco之前 我是很累一些的 mco过后又很想飞 因为太险了 因为现在真的是 现在真的是很想 像之前这样哦 飞来飞去 像之前我打ABL这样啊 往一个星期要飞两三个地方啊 现在小鱼现在就感觉蛮不错的 现在啊 比如说你要一个星期要飞哪里 你可以大概跟我讲一下吗 你可以大概跟我讲一下吗 比如讲很像他们都是在亚洲区吧 因为那时候ABL都是打亚洲嘛 ABL是ASEAN嘛 就是东南亚嘛 对 然后就会有可能会飞 泰国飞了 然后要飞去 呃 菲律宾这样啊 然后菲律宾就会回来咯 训练啊这样子 看哪一个球队的主场啊 啊对 看哪一个球队的主场 我们就要飞过去那边打哦 这样子 你是KL Dragon啊 啊我是KL Dragon 我是KL Dragon 可是现在ABL也 也没有了 可是我听讲是会有 可是要等到明年的年尾才会start 那个就是算是职业球员咯 啊就是算 可是其实那个也不算是职业球员 因为他们好像都是要比赛 就是比赛那个period 才去请人来啊 然后一起训练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 没有说好像长期有这个team在训练 对 他长期有个team在训练 现在只有我们咯 我们就这次真的长期在训练 就matrix咯 NS Matrix咯 matrix咯 现在很像有一个 那个KL ASE 也是这样也是一样 这样子吧 其他的都是 好像有比赛我叫你来 有什么可以的 不好咯 就是不好咯 你要怎样去进步 因为你有默契啊 那个team 因为你要怎样去进步 so far你满意吗 你现在身处在这个NS Matrix NS Matrix的team 开心吗 呃 其实 有爆料了 快点 不是 不是那个 怎样开心不开心 就当然有些东西也是会有一点问题啦 可是我觉得是很好 就 至少有个team 你可以一直在场期训练你的球 然后他们有安排 怎样要去 哪里比赛啊 还是什么 有时他们 像是他举办年赛啊 还是去参加外国人 外国的年赛啊 这样子 就是有训练啊 就好啊 对 对我们来讲是好啊 至少有球大了 至少有球 一直在训练啊 默契会比较好啊 你在NS Matrix多年了 我在NS Matrix啊 我想要算一下 如果是从我以前 达到现在啊 应该有11年了 哦 11年了 我这样久了啦 这个team 其实这个老板出来的时候 他以前 已经很早就已经 就像从我 我不是讲 我中学有停掉时间嘛 然后我就来这边打球嘛 就是那时候刚刚好 那个时候 这个老板 就想要 build out Samelland的球 因为以前 Samelland的球 都是包围的 他叫build out 就 举办一个camp 比如讲 给我们这种小的 一起去训练那些 训练训练 变到大 就比较 就厉害了嘛 这样子 就训练训练 可是 那时候还是 因为 也没有球员 所以你 怎样 怎样都好 也是差人家一点点 有些那种天赋 这种东西 比如讲 那样 天赋这种啊 差不多 借鸡两米啊 借鸡两米这种啊 你都没有 你都没有 那种球员 你要怎样 你要怎样 你就会 请他们啊 就买他们过来 变成 NS的人咯 我就要打打打打打咯 就打到现在咯 OK 基本上 可是 很少问题吧 你可以吃的 不要这样拘谨 OK 我要想要吃一下 给我一个茶 然后来 OK 吃看这个一点 那老板娘讲 你要介绍他的食物 好看啊 食物好不好吃先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 因为我不是这边的热水 我也不懂 这边的男友东西吃 好像你现在在 NS Matrix啊 你练完球过哦 他们也会有给你一些 recovery的program什么 这样的吗 就是我们recovery就是 很像你练完球过后 你就去 浪水 啊 这样子吧 呃 温刀拉筋 这样子 这样子吧 就没有 如果比如说你有受伤的话 你就要自己安排去 那个我们有一个 那种 assess 就是 旅行 center 旅行 旅行 在哪里吸 给他们 claim啊 嗯 就是他们已经没有 不用了 你吸 就是他们已经是什么了 就是已经是 包下来 去那边 去做吧 然后要给那些人 知道你什么受伤 可以不可以 几时回来念球 这样 是很好的 啊 就是很好 就是其实 什么都有啊 siftum什么都有 就很像 我们也是有 gym教练 啊 这种 都有 这些东西都有 就是很像 蛮professional 就是 就这样 现在只是 就缺少比赛打包 就缺少比赛可以打包 ok啊 慢慢开会啊 啊 慢慢开会啊 可是其实我 我个人 我要求是 想要去 打外国比赛 因为 你打外国 你才知道 你自己的水准在哪里 比如讲 你跟强队 比如讲 是这样子吗 比如讲 你一直 对抗强队 你自然而然会变强的 是不是 如果你想 打马来西亚球 就比较有一点点 就那强度有点不够 我 我这样 就这样 所以就希望 有更多外国的球 才可以打 如果你讲到这个 但是我问你 你有机会打一个NBA球队的话 你想要打哪一队 你喜欢哪一队 我喜欢哪一队 如果你有机会打NBA 你喜欢 NBA 因为我没有这样什么勒 可是如果你想要 如果 如果你有一个机会进到NBA 你喜欢哪一个球队 打哪个球队 或者是你觉得你想要跟哪一个明星同一个队 如果有给你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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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N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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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N啊 就是 LAKERS啊 现在LAKERS还是以前的那种CAPITLAYS 我觉得以前的CAPITLAYS 我觉得以前的CAPITLAYS 三比一看呗 哈 三比一 那到最后又有那个BLOG啊 那个真的是 真的是好 那那一队真的是好 以为是Warrior行 拜拜 OK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给你一个小小的游戏 你 我跟你讲那个东西 然后你讲那个东西是overrated 或underrated 你觉得NBA的DUN CONTEST 逛篮大赛啊 它是overrated还是underrated underrated underrated 然后你觉得它其实是很给的 但是外面有很多那种 你Pro的DUNKER可能更加厉害 就是专门练DUNKER 对啊 是这样子吗 他们是专门练DUNKER的嘛 可是他们没有什么打球哦 可是NBA不同哦 NBA是直接球 他就要打球 他们不可能把那个时间挖去 直接念那种灌篮嘛 因为他们都 他们目标是冠军嘛 不是那种 好一个灌篮玩那些 不是吧 你看那种 像之前 我觉得最好看的那一届就是 赵老运跟那个 Eric Gordon Eric Gordon那一届是最好看的 你看他们 他们 他们也没有讲很注重去念这个东西吧 是不是 柔花不好看吗 你看他们 赵老运从 发球线 过脚 过脚 3MIL 你讲啊 Eric Gordon跳过整个人 塞到头那边 就哇 你讲 就 如果我 我个人觉得如果他们NBA的人 去念灌篮这东西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 会很恐怖哦 对对对 是不是 你看他们都没有念他们 就是这样子 想一下他们都可以随便跳下去 但我觉得最夸张就是 赵老运 怎样都可以灌那个 真的是太恐怖了 OK题外话 你能灌篮啊 也是能啊 呃 可以吧 可以 谦虚啦 你191是吗 191 191 如果你觉得现在人家很流行 STEP BACK NBA 那种STEP BACK 你觉得练这种东西有用吗 就是 花俏那种 STEP BACK 像 James Harden那种 我看现在的球啊 都是 比较 多技术型的 你讲身体碰撞那种 则是很少 因为 全部都是受卡力影响 全部射三分 然后STEP BACK 这种都是做一种 SKILL嘛 所以我觉得这种是 好用的 因为我现在 我四三也是在 在打球的时候 都是用这种 这种啊 因为有时人家 你撞了人家以为你还要去 你就STEP BACK 你就可以射了 你就比较多空间 就比较 没有这样吃力吧 这种球 就 你可以打更久哦 你没有这样受伤 你练很多嘛 这样STEP BACK 三分 有啊 现在这 这一段时间 这是练比较多 因为 像我讲到 肥比教练 他就什么东西都一直教 就是你要STEP BACK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全部 只是看你 会不会在比赛用不好 然后 还有 就是 最后一个问题啦 应该是 啊 你觉得 Speed Bar 那种 三人赛啊 半场的 这种篮球赛 underrated 这种篮球赛 据我所知 应该是现在三人赛也是蛮 hot一下的 现在这个三人赛 蛮多人 关注的 就是因为 可能好像 有意想不到 比如讲 要有可能 有一天我们马来西亚队 去打那种 很世界强队 有可能 一定要那种 因为 他那种 三人赛 变数 太多了 因为你 你突然间 因为他们是 二分跟一分之嘛 你突然间 你一下子 怎样丢那个三分 怎样近的话 你来来怎样松 然后空间又这样小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变化 不是 不一定是讲 比如讲 世界最强的队是谁 美国 可是美国来打赛 三人赛 他有可能也会输 输给其他队 因为变化太大了 然后你比如讲 你一松懈 他就第三分就进 会拉开 我觉得 我也是打过三人赛 我觉得蛮好玩的 就 你看 你看到去 哇 你觉得你报输他了 可以打打打打 又有又打了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时候 我看 他讲六点嘛 妹妹我们 嗨一下吃个东西 然后我们 一下子就过去咯 好 OK 走 吃完东西 现在就来踢馆 挑战一下美美 非常感谢美美 接受这一次的访问 在我关相机之后 他有一直提起 他现在效力的球队 也就是NS Matrix 是如何帮助他们球员 是一个非常friendly 和懂得感恩的国手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 更多关于美美 记得去follow 她的Instagram 就是这样子过来的 现在兴趣的 是非常感恩的 是非常感恩的